首先是因為大家都不會對成功期望太多 或者我們不會定義成功 我們一直都在做自己覺得有價值的事情 比如說第一次創業的時候 我們就去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 我們覺得創業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令到三里的學生可以在一個平台 一個賽事上交流 然後我們就去做 雖然我們沒有做過大型活動 但是一步一腳走出來 我們真的做得到 我們真的從第一年的時候 只有九十間學校參加 到四五年之後 我們有兩百多間學校參加 可能還要覆蓋到全球 有英國的學生都來投稿 之後到我們做文化 因為我們做品牌 就是參加品牌設計 我們要搞清楚 一間餐廳的誕生是怎樣做的 我們再開了餐廳 開餐廳的路可能真的會遇到很多坑 但是你又用回以前的經驗 因為我小時候在香港 是做了五年的麥當勞 就用回別人的標準化 套進我們餐廳 這個又OK 一步一腳走下來的話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對自己的收穫 所以你說它算是成功的話 可能對自己來說是有成就感 但是你說對標市面上的成功的話 好像又不是真的很成功 到第二次賽入的時候 因為我們就是為了聽障羊群 去做一個普遺形的坐聽器出來 你說它是不是真的很成功 它又好像不是真的很成功 但是總會在社會上牽起一些水花 總會令到社會上的 可能多一點的人 認識到這個群體 他們的需求是甚麼 他們現在面對的困難是甚麼 我們可以怎樣做幫到他們 我覺得對我來說成功的東西就是 我真的令到有這麼多的人 去知道這個群體 然後去幫助這個群體 到第三個聯合創始人 去做月圖文化集團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 文化的傳承是需要科技的手段 所以的話 我們就希望用 其實都是戰衡國家的文化數字化戰略 然後用科技的手段 去傳播更多文化的價值 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一直都是在做自己很喜歡的東西 因為本身公司的話 就是推動全文閱讀 我本身小時候也很喜歡讀書 或者很喜歡看書的 所以就是一直在做自己喜歡的東西 你說是不是真的很成功 對於我來說 可能成功的定義 不會跟市面上的成功的定義那麼高 所以的話 對於我自己來說有價值就OK了